今天四孔8月23日 823這一天對 中華民國台灣來說是 意義重大的日子 65年前發生在金門的 這場戰略守護了 台同金馬的民主自由 為中華民國台灣的 和平與繁榮 墊下基礎 但也因為823炮戰的爆發 金門承擔了戰地 政務所帶來的自由限制 經濟發展也受到影響 因此措施許多機會 這也是我們應該要 彌補讓政府加強離島補助的 原因之一 我非常清楚國軍守護國家 守護民族的辛苦與犧牲 也很感冥金門等的付出 今天要向當年 在823炮動中 犧牲奉獻的台灣 軍民同胞 以及65年來 倒苦功高的國軍致敬 謝謝你們 始終站在第一線 所謂國家的安全與和平 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兩岸共同的責任 中國必須正視 中華民國台灣的民主成就 尊重台同金馬人民 民族自由的生活方式 我要重申 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並且願意在基尼互利 尊嚴 對等 沒有先決條件下 與對岸展開對話 創造和平共融 民主和平是我們 生活的根基 重要的像空氣一樣 但也是如此的理所當然 一旦失去了 才知道會無比難受 今天我們紀念823炮戰 戰役 就是為了記取 戰爭殘酷的歷史經驗 全力追求永久和平 台灣會堅守 維持台海及區域和平 穩定的重要任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